好 馬上在關心立法院的現場最新消息 可以看到今天是立法院長韓國瑜 下午召集了朝野協商 那一開始的話就是要來討論 到底卓院長要何時來立法院報告 以及備詢呢 那剛才朝野協商的部分可以看到 韓國瑜他是親自休息三分鐘 而且是下台來跟藍白的立委 來喬這個時間 後來是排版在5月30號 確定是由卓內閣會來到立法院 來進行報告以及備詢 而且這個會期的話 也會延期到 延會到7月16號 但對此的話可以看到 現在立法院的話 藍白都守在議場的前面 那這部分的話 柯建民有最新的回應帶你來聽 你又說明天說的案子 一案一案來都要把他走過去 這代表什麼 他們並不要遵守 遵守立法院最基本的民主原則 假如這樣的話 那立法院可以關門 這樣的話 立法院變成中國的民大化 變成香港化 這國家民主全部結束 這是一個非常關鍵性的時刻 所以我剛才學演書 在對韓院長這個呼籲 你現在所有的都在你一面之間 好可以聽到柯建民總召師喊話 韓國瑜院長是表示說在 完全都是在他的一面之間 不過今天起超越協商最重要的 就是國情報告的形式 以及討論的方式 那目前超越協商是已經來到了一個小時 目前是還沒有針對這個部分 有相關的共識 有相關消息會持續為您掌握